主起威力 鋼筋層層架起 枕東建築已然成新 這是台積電 高雄未來用地 男子科學園區 想不到26日 傳出在施工整地時 竟然挖出一枚 重達千磅的衛爆彈 嚇壞眾人 施工人員是趕緊通知軍警到場處理 所幸了解後 這枚衛爆彈 不知外觀已經腐蝕嚴重 也不具引爆性 初判不會造成危險 已在第一時間通知 警察局後勁派出所 並由派出所協助通知 軍方衛爆彈處理小組 將一式的衛爆彈移除處理 前半衛爆彈 就被發現在南科園區的 煉油廠西區 工務局表示 因為這裡過去曾作為 日本海軍油庫 衛爆彈應該是日據時代 被轟炸時遺留下來的 虛心一場後 目前已由軍方 再回左營庫房存放 線上也繼續施工 並沒有影響工程進行 東材宣言最好報道 再次追蹤 再次追蹤